我们常常讲有些路段 有没有可能是地幅灵 它不是一个漂泊的灵魂 是你进入了它的空间 然后如果这个人的磁场 在那年比较弱的时候 会撞到这个 那我为什么有这个印象 是很多年前 我那时候主持一个灵异节目 就有一个大学生 他是用email的方式 传给我一个影片 那这个大学生是在南部 在南部 那夏天的时候 大学生最爱去夜冲 我们现在不叫 我们叫夜游 他们叫夜冲 对不对 只有年龄上的差距 他们就是半夜的时候会 就一辆摩托车 两个人骑着就到处玩这样 其中有一个大学生 坐后座那个 他因为新买一个手机 他们要回宿舍的时候 暑假要回宿舍的时候 就经过了一个那种 就是你知道南部地区 像那地方有那种市场 市场旁边会有一个 小小的游乐区 就是妈妈如果带小孩 去买菜你可以去那边骑木马那种 那半夜啊 照理都没有人嘛 远远的 他们没有要去那个游乐场 他们是要去宿舍 他们远远听到有人放音乐 然后那个歌是唱那个 汪老贤身优快递 你想想看哦 半夜呢 半夜 而且重点是现在哪有这种歌 这我们那个年代才有啊 你问Amy都没听过 那当时有放歌吗 很老 汪老贤身优快递 那这两个大学生就觉得好好笑 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什么 他们只是觉得 那个有人在骑木马 因为我们那个投币进去 那个木马不是都会唱歌吗 那他们就觉得好好笑 他们一定要过去拍 其中这个大学生 他们拿了手机 就过去就拍那个木马 可是当时没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当时的想法 是有人投币 但是没有去骑那个木马 他们就拍了那个木马 大概30秒钟 那个木马很高大 还真的有唱歌哦 好忘了显然 拍完他们就走了 回去之后 他们就把这个手机的影片 就传在电脑上看的时候 我刚刚不是讲30秒吗 汪老贤身优快递 一样一样优 优的时候一秒钟 那木马上 有一个白衣服的人 就正在骑木马 真的有这个影片 你现在去网络上说 他是汪老贤身吗 真的有 真的有 然后因为拍的那个 可是会不会那是 后来的用那个 我知道 后制 因为现在有些大学生 说实在 他们很喜欢挑战这种事情 就会自己放上去 他传给我的时候 是因为第一 那个拍摄影片的 那个学生就生病了 一个礼拜 高昭不退 没办法起床 那跟他一起去 另外那个学生害怕 他们觉得应该碰到 什么怪怪的东西 所以他把影片 传给我们节目 那我们节目 对 当时的想法 跟宏毅大帝一样 会不会这大学生 自己后置上去 所以我们又回到 我们后来又找到 那个小游乐园 找到那只马 有找到 就试试看 就说有没有可能 是真的小朋友在上面 或有没有可能 透过后置 但有一个重点是 你投币下去啊 他就没有汪老贤神 这件事啊 没有唱这个歌啊 特别电 不是 可是那个影片 真的有唱